2012神秘之,第四節今日的題目是復活節島,我們的網址是www.2012colombo.com 剛才我們買了個關子,我今天有個提供的答案是為何會起,這是一個相當難的疑問 基本上研究學復活節島的人,到現在覺得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疑團 我一個很簡單的答案,首先問了兩位 其實這個世界,你會發現很多民族會嘗試起一些很大的人像 例如埃及,你見到那個洛索,洛索那裡起一個很大的皇帝像 我忘記中國有沒有,但是現在多了,突然起一些黏油像,皇帝像,很奇怪 這個有兩個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因為它要彰顯這個人物的偉大 如果它是很大的,它是仰望它 例如你看到很多天神,如果是希臘拜的神,他們都會起一些巨像 但是另一個解釋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那些人真的這麼大 就是因為有一些巨人在這裡 現在復活節島的人真的相當巨人,你看到他們拍完就差很遠 但是你可以問一個疑問,其實會不會他們有一些祖先的一些集體記憶 就是當時他們見過一些很大很高大的人 那些高大的人在哪裡找到呢? 其實你在Polinesian那邊,即是說現在主流學術界講的那些移民過來 你就會比較少找到這方面的神話 但是很有趣地呢,在秘魯,你真的找到一些有關古代巨人的神話 甚至不知道是神話,因為近年,我引述這個National Geographic的一個報道 就是在前十幾年左右,他們在秘魯,就找到一些骨頭 就是巨人來的 一定要解釋了這些巨人是什麼,你看到這裡其實不太大 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現在調查到的秘魯,古代的人的高度 大概是五呎上下 現在你找到這個帽子是大約一千五百年前的 即是公元前大概是五百年左右,公元後五百年左右 但是這個高度大概是去到多少呢? 它平均的高度大概是六呎左右 如果你在古代的人來說,這個就算是高大了 相當之高了 我想現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這些類似的木乃伊,或者屍體 其中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在劉立,應該是新疆那一頭 我不記得是不是肯定是劉立 但是那個木乃伊的高度,據我記憶之中應該是六呎左右 新基內亞都像一個 如果你可以想像一個,譬如說在古代 四五呎左右 你看一個六七呎左右 即是這個是相對地的高 但也不是高到這樣的樣子 這個切其一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一件事 就是在古代來說 是有一些 真的找到證據 在當時的人來說 高度是比較特別的 超級巨人 可以說他們覺得是巨人 這是第一件事 說回秘魯這個1500年前的 墳墓埋葬的 男性屍體 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全部都不過25歲 但是就不是死於戰和的 就是死於疾病 現在的科學家 就有一個看法 他們其實是一種遺傳病 這種高度 在我們現在來說叫巨人症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因為出現了一些人帶 人帶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人很早死 發覺就是 就算這個疾病 到現在的社會 即是當今都有的 那些人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他很長 骨頭很柔 還有後腦很柔 聽說林肯總統也有這個病 都是這種病 林肯好像是殺給他鬼 沒錯 暑假的那時候 但是呢 這個遺傳的問題 很可能在古代都已經出現 換言之 有一群人 在古代 就被視為 很可能被視為巨人 但是他們很早死 還有他們可能行動方面很不便 這個第一樣 你懷疑那些長耳族的人 其實就疑似是這一類人 這個其中一個解釋 第二個我覺得 更加比較 比較進取一些 或者是激進一些 就是 很可能這些 古代的祖先 他們的祖先 是真的見過一些很巨型的人 即所謂的巨人 這個問題回到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留意一下古代 即世界各地的神話 都有巨人的傳說 中國就有跨父 在聖經創世紀裏 就是Nephelim 就在南美 很奇怪 印卡族裏 真的有一個巨人的傳說 希臘神話裏面也有 希臘神話裏面也有 另外就是 北高也有 如果你看回 我們講馬雅族或Aztek 他們講的五個太陽紀 原來神話講的 第一個太陽紀 是被巨人統治的 但是這些巨人就很蠢 神就不太喜歡他們 結果就用這個洪水 就浸死他們 換言之 其實這個巨人的神話 可以差不多說 是 Universal 我們第一件事的疑問就是 如果我們用這條思路 就說 你不要理他是不是真的這麼高 很可能復活節倒的 這些長耳族 是為了紀念 又或者對這些巨人 有一種 敬畏的心態 未必是敬畏 如果你譬如說 希臘的神話 Titon 泰坦 那是要有人鎖鎖著 那如果真的有這種 即是覺得他們是一些 監護神 或者是一些 一些斜神 那是不是要放在地上 躲住他 其實他的象 假設真的有全身的 有手有腳的 你只剩下頭 或者去到肩膀 用到剛才的一個比喻 剛才我講了一件事 我們之前第一節也講了 其實這些象有很多是戴帽的 這個其實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你正常 你做一個雕像 你全部都是那一塊東西 去慢慢打磨 他顯然就突然間 在頭頂 你說戴罐也好 戴帽也好 究竟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解釋 因為他第一次去人 1722年去的時候 是看到一些紅頭髮的人 那些頭髮可能 就是有各種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但他又不是製造頭髮 這樣 就像一個大頂帽 但你不排除可能性 就是他最早期的時候 可能那個土人 是真的有些頭色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所謂自然 natural explanation 是啊 但另一件事就是 譬如說這些後上面的帽 會不會其實是一些 就是 密碼 或者是一些 甚至是一些 身份象徵 身份象徵 我覺得是最簡單 亦是不夠神秘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些 不是他所有的帽 都有這頂帽 是有些有些帽 簡單 是因為身份的不同 反過來就是 這些石像 有不同的功能 這些功能 我們很籠統地說 就是可能長爾族 對祖先的崇拜 或者可能對一些 曾經見過這些 一些邪神 或者巨神的傳說 其實我們再幻想得更多 就是這些石像 其實有機會 可以有另外一些 除了被人當作藝術品的功能 可能舉例 會變成一個裝置 變成了一種工具 只不過這個密碼 我們還沒解開 這個意思而已 我想如果他說 後面的解釋 當然要看回那些符號 就是為什麼 你讀不到那些 後面的符號 或者那些 他們當地的語文 其實你很難解釋 但是現在我們只能從一個 就是 如果我們假設了 這個復活哲都裡面 他們的信仰 是跟這個 南美本土的信仰 是接近的 是接近的話 其實大家是有理由 估讀 很可能 在南美我們看到的東西 其實可以用來解釋 復活哲都這些石像 其中一個 就是解釋 因為事實上 在南美 特別在秘魯 是出現過巨人的傳說 所以有可能 這個傳說是從那裡 帶了下來 如果你再去 一些比較激進的講解 就是 根本可能當時 他們見過一些 比他們高很多的人 甚至可能出現過 在復活哲都上面 是的 或者他們在 南美本土見過 見過之後很害怕 所以一直有這個記憶 事實上這個很奇怪 因為他們在 南美的森林 有一個傳說 就是曾經見過 一些紅頭髮的巨人 這巨人是十幾隻高的 當然 我們來說 這是無稽之談 你根本的生存條件 是很惡劣的 但起碼一樣 我們肯定的是 那個巨人的傳說 在印卡族 或者印卡族 之前的部落 基本上 大家不會覺得 是一個陌生的資料 這個資料 如果傳到復活哲都 你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一集 假設他們遠於南美的一族人 是的 所以台長你不斷重申這一點 是的 如果你要接受 他們在秘魯的話 這是一個 當地遺傳下去 但另一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上古的神話 會有這麼多巨人的傳說 在這裡 而且是不同的文化都有呢 同樣反過來 中肯一點 除了有巨人傳說 也有小矮人 或者矮人的傳說 但是小矮人你真的見過 對 因為為什麼 在印尼也有一個傳說 就是那些類似三石多高的人 到現在還可能找到一些 而且事實上 矮的族人在非洲是見過的 那些屁股 所以那個不太奇怪 但是如果你說到 譬如說 那些是十尺 或者十幾尺高的人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違反了 我們那個 對骨格結構的形式 其實你看 姚明已經很簡單 已經指了 姚明很容易傷 就是他都不 就是比這些不太高 他都是七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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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但是你看 如果他經常打球 他的腳會傷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骨格的 承受到全身的重量 重量就很大 就不是說一個 按這個 算術的比例提升 很可能是一個 幾何的級數的提升 所以呢 如果有個人的話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那個移動的能力 反而是比 好像我們這個高度的人 是低的 甚至乎 好像所講 他身體的透支 可能會比平常人 即是我們這些 所謂的正常人 強大了 所以呢 你也解釋得很清楚 這些神話 又不是完全老作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這些神話 說的事情是甚麼呢 這個人 要是很笨 要是很容易 被人打敗 他有其表 不過我想開兩個新的角度去說 就是 阿紀圖我們off mic的時候也說過 就是 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他們的食糧 我們看一些文獻說 他們有一段時間 是長期吃這個sasimi 尤其是海豚的肉 所以有一段時間 會說在海邊 他們的祭禮本身 你會看到很多魚骨 是的 沒錯 但我看的那個 就未必是海豚 那個應該是沙文魚 總之是魚 定期吃sasimi 說回巨人 我找到一些資料 很有趣 在五十年代 土耳其 找到一個人 有十五尺 那麼高 其實在歷史上 蒙古帝國 有一個公主 就是忽必烈時 有一個公主 他也是接近十二尺 那麼高 很多人在這裏看的時候 還有一個公元一四五六年 在法國的維納斯 有一個紀錄是二十三尺 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我們 但是最高紀錄 這個表 看到他的表 他找到一些資料出來 就是在公元前的時候 都有紀錄 可以去到最高的 因為人體 你知道多高嗎 是可以有三十六尺 這個 有很多人都說過 可能骨質的現象 他有提及 會不會是 地球曾經有一種生物 它的骨落是非常大的 非常高 那些就是恐龍 那種變腫了 後來都說了 他不是很適合生存 但是人的高度 就有這個 這樣做了一個紀錄 但是問題就是 例如說這些高度 你要找到實質骨格的遺骸 去支持 不過五零年那個是有一個骨立 但這也是個別的個案 審卓是有個別的 不過要有人記錄 當然是個別 飲食習慣都會牽涉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一個謎團 就是長耳族突然間會失去了 其實會是飲食習慣 令到他們身體會失去一些東西 所以容易生病 另外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我們看回後來 就是當長耳族的人 你說是病死也好 戰亂死也好 或者被摺上天街也好 然後島上 那些人就沒有了航海的能力 就不再能夠出外面 去捕一些很大條的魚來吃 變成做什麼 養雞 很奇怪的 島上沒有牛 沒有羊 沒有豬 他們就很強調他們是養雞 養雞這件事 其實就有點奇怪 除非這個島本身 是有很特別的環境之下 為什麼呢 最初這個島 我們都幻想應該是妙無人煙 為什麼有雞可以養到呢 這個很可能在外面 採船過來的 有朋友放過 你說那些鳥人的傳說之下 而他們定應是養雞 而不是養羊 或者其他那些 令人更加有嚇屍 是不是 他講說 譬如說那些 非鳥那些 挺奇怪的 就是 在秘魯的NASCAR 他會看到很多鳥 例如大的一個 符號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 另外就是說 其實可能這些鳥 或者是雞 因為現在我們看文獻說雞 可能是鳥 這些 其實以前 應該跟長耳族一樣 是代表貴族 而這個鳥 其實也是剛才我所說 應該是船的導航的一份子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他們不會千里少少帶著一隻鳥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寵物 另一個真的有它自己的功能 就是導航 導航之後 就變成鳥 那些鳥 就留在這個島上 而變成了一些 可能是長耳族 那些高層所致養的東西 不過我就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 其實南美洲 無論是由馬雅到什麼 他們都是拜一隻有毛的蛇 我懷疑 其實現在看南美的裝飾 你看到很多羽毛的圖騰 有一個圖騰 所以我覺得 可能跟他們 拜這個鳥人 本身有少許關係 但是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 可以拿來大家去聽聽的 就是 他跟一個飛碟學有少許關係 在五十年代 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叫George Adamski 說他見到這個 金星人 當然他說的太誇張 因為金星人帶他上月球 見到有人中菜 這些就是無稽之談 但是 他有一個朋友 就說了一件事 這個朋友 叫Williamson 他也是 一個 聲稱遇見到飛碟的人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 他得到了 秘魯的 一個生存了 連歲一千年的人 的一本書 講到古代的一些秘密 這本書裡面的秘密 就是說 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這個秘魯 也有一個巨人的一族 這一族最後滅亡的 整個故事 就有點類似 這個Aztek 說的問題 就是說 曾經有一個年代 巨人統治這個世界 到最後 就是因為 這個天災的原因 他們全部被消滅 是 就呼應到 剛剛你所說的 馬亞族那個 第一個太陽紀 太陽紀那個 那 我想 這個可能 就是 其實整個 復活節島的 這個 石像的崇拜 其實 源自於一個巨人的崇拜 或者對巨人的恐懼 就雕塑了這些石像出來 就作為一個制製的儀式 這個現在很難去解釋 究竟他們當他們是祖先 還是當他們是一些敵人 但是呢 肯定一件事就是說 他們是對他們有很大的敬畏 在這裏 這個就是 可以覺得 整個 現在我覺得 稍為可以解釋到 復活節島 他們做這些 巨型雕塑的動機是什麼 剩下的疑問就是 究竟 你譬如在南美的地區 你會不會看到相同的一些 巨型的石像 人體的石像 在這裏 是沒有那麼仔細的 沒有那麼仔細的 而且也是這種型的 因為它是獨有的 是復活節島的 這種巨人的風格 可以說是 只是復活節島才有的 其他地方 是挺有美感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不單止是根據 所謂長耳俗的祖先去做 那個設計師 我經常說笑話 像是一些Cubic公仔 面相 尤其是鼻 這個鼻尖的程度 就不像現在所見到的 類似大溪地 那類的原住民 零零射射的尖臂 就令人有些瑕疵 就是說 可能是另一族人的特徵 這個肯定 這個就是 你如果看現在他們的樣子 無論身材或者面目 基本上都不同 跟他們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有一些看法就是 這個人後面的手 其實是一隻翼 這也是的 呼籲了這個療人文化 但是 為什麼頂頂射射 是沒有一對翼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就是 剛才所說的 他要運輸到那個位置 就需要變成一個圓柱體 所以大家 都明白了 他們有隻翼在背後 等於什麼 有時候我們去做一些公仔 只是做一個頭加去到肩膀位 就算了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下半身是什麼造型 而第二個可能 就刻意截了你的東西 令到你沒有法力 沒有能力也好 還有他們面對的方向 很多都是面對背脊向海 這個我不知道有什麼特殊的解釋 但是 其實如果你是向海洋望的時候 就剛剛望正的正面 那就是望正的正面 但是如果是在背海 而望向這個山上面 其實應該可能代表了一些 這些土人的看法 有一種信息 我懷疑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他們這個望的方向 有可能就是他們來源的地方 就是他們來自哪一個地方 是 如果看這個排列的方向 就是他們告訴他們 他們不是來自海的 是來自海的 或者是背棄的海 是背的海 而可能他們來的地方 正正在這個島上的中心 這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 你可以回頭說 就是說 如果那個是一個 以前的 一個巨型的大陸的中心的話 這個很可能 他們看的那個方 那個中心就是 這個大陸的 最原始 發揚的地方 這個大陸 除了沒有大陸之外 有些網友會問 會不會是亞特蘭特斯呢 我想亞特蘭特斯 其實是一個 候選的地區 是相當之多的 但是如果你說 復活節島 我就沒有什麼 有一個實質的證據 證明都是復活節島 因為除了你說 這個 如果你說這個 失去了大陸之外 如果你要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你不只是看復活節島本身 你要看復活節島 周遭下面的海底有些什麼 到現在這個島 其實就 被發掘的地方都很少 特別是 如果你聽到第二節說 如果真的有一個秘密的基地裡面的話 究竟這個基地其實是 做了什麼呢 在哪個方位 基圖 靠你去找到真相出來 我終於都不會去找那個 他就會去 Robinson Crusoe Island 找個十億的黃金 首先是看他們的土人跳舞 最實際的 我想現在就沒得看的了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